第1 那妳要講嗎 好 大家好 我們是第5組 第4組 第4組 不是 這不是重點 好 本身我們的主題就是 教師綠美化 然後主題的名稱叫綠藝綠藝 然後我們想解決的問題就是說 一 我們覺得我們的學習環境是很枯燥 很壓抑的 然後再來是 其實我們教室跟自然環境是存在隔閡的 然後第三個就是長時間用眼 高中生要看很多套的書 所以眼睛就會很疲勞 就是我們想達到的目標 就是如果有綠色支部可以裝飾教室 然後我們的心情也會比較放鬆 然後眼睛也可以得到四度的休息 然後我們最後我們使用的植物就是薄荷 因為我們其實除了想要解決我們剛剛上述的問題之外 其實我們不只想要解決就是教室與自然環境隔閡之類的問題 我們還希望就是說打到有那種芳香療癒感覺的 所以我們選的植物就特別選有關這方面的 像是薄荷 它就是很明顯的香草植物 然後再來是艾草 艾草也是有特色的香味 然後其實高中生會考很多試 就會有一點小迷信 所以艾草就可以 複身符的感覺 然後再來是 再來是草莓 然後呢 草莓就是濕的 我們希望我們的植物也可以跟濕的有關係 再來是桌手香 桌手香其實也是芳香植物的一種 但是呢它還有一個功用就是說 它其實可以當作是藥草食藥 最後倒數第二個就是多肉 多肉其實就是單層的療癒 因為其實現在很多 多肉也好重 而且外觀可愛 所以現在是很多人會在室內選擇植物 然後最後一個是 那個叫什麼來的 勾吉葉 日本公吉葉 試麗桌食材 它其實就是可以拿來炒菜的植物 然後這個其實是放重複的照片 所以大家為我們在議 然後我們たorsidan 平 mine 就是有兩本書 然後都是跟植物有關係 好對不起 那是一本的名稱 好它是一本的名稱 然後它是跟 跟剛好有時候我們種的植物是有一點香 然後又有點療效的 有,對,有關係 然後那個植物就是 就是第一個就是我們找到Jesh的重點就是第一個就是他可以種的 我們就種的時候可以在他的就是欣賞出來的 然後第二個就是要定期膠水 然後要清除那個枯掉的葉子 枯枝,枯枝就枯葉 然後第三個是 就是,然後如果你摘除褲子的話 你就可以讓,就是這樣就會有新的再長出來 下一邊 就是我們,雖然我們剛才選擇植物 啊,剛才很像我們剛剛其實還有多種一個芳香萬壽子 然後就是除了我們剛剛有說我們有種的植物之外 我們透過這個芳香藥草原液圖鑑也看到說其實我們還可以再加種的一些植物 像是迷蝶蝦,因為它本身是可食用 而且生命力強是好栽種的 再來是茶樹 因為茶樹本身有提神芳香 又可以吸引蝶蝶蝶養的功效 所以對於我們日常生活中是非常有用的植物 再來是九層塔 大家就可以拿到大多了 因為它本身就是很可食用 而且我日常生活中也很容易可以吃到它 所以就是如果在教室照的話 大家就可以和大家一起炒個九層塔炒蛋之類的 增進班校的感情 然後這些照片就是我們成果啊 然後就給大家看一下就是紀錄 然後這以上就是 這個是我們就是種植完之後的感想 然後我就是因為我以前沒有照顧過花草之後的經驗 透過這次的行動 從同組同學 你們就有經驗的同學的分享裡面 我就會了解到了一些關於種植還有植栽部分的嘗試 例如說一日的澆水量啊 次數多寡 然後不同種類植物的習性等等 然後甚至還要就是怎麼判斷植物的外觀 去瞭解照顧上的需求 然後這些東西都讓我收穫看得多 然後看到有些其他班同學在看我們教學的時候 就跑過來問我說 欸你們怎麼會種這些植物啊 然後還是在問我說 你們要不要也來我們翻種之類的 就會感覺蠻有成就感的 因為大家其實都是喜歡 然後也喜歡我們的成果這樣子 就是以前就是種植物的時候 就是種什麼然後就死什麼 然後因為就會有就是會有蟲 然後因為其實我本人很討厭 就是我很害怕就是各式的蟲類 所以其實我沒有很喜歡種植物 但是因為透過這一次的計畫 然後讓我們可以有機會來種植物 然後讓這然後他又是有一定的功效功用 對然後所以我覺得可以學到很多東西 對 好 就是我們家其實也有在做一些放花炒炒 就是反正就是我們來用就是我 就是我all of my action 然後他其實也有家給我一天小朋友 對 可是經過這一次的這個植栽的經驗 我感覺我又學到了有更多的東西 而且那些話真的很像 對 我覺得蠻喜歡的 然後而且 感覺就是你在澆水啊 打打打打打打打 就其實成就感就真的是蠻多的 對 然後呢我的新的就是其實一開始我本身就是 家裡有在種植物那些的 可是我沒有經驗是說把它帶到學校來種 然後帶到學校來種 其實我本身以為就是大家可能一開始是 比較會覺得新鮮而已 但是我沒想到大家說除了新鮮之外 大家是真的是真心去喜歡 然後我在照顧的同時有很多老師去問我說想要了解那些種植的資訊 就是讓我感到比較驚訝 就是其實我們都以為說 普遍會以為說大家其實對植物或自然感覺還好 因為畢竟我們的日常生活中 比植物有點遠 但其實大家都是蠻喜歡的 就是種了植物之後就會 下課會一直坐在教室 然後就會一直出去看一些植物 然後發現有一些植物其實不適合放種 就是原本有植物就生命力很頑強 好 最後就是 其實我們當初在做這個計畫的時候 我們換了大概四五個 然後我們就一直換一次換 因為大家的文件都不一樣 想做的東西都不一樣 但是最後就決定一起做植物 其實有幾個原因 就是我覺得像比如說大家可能 普遍都覺得說高松那裡壓力很大 然後就想說 好 那可不可以看一些綠色植物 可以幫助大家舒緩一下 事實上也真的有這個功能 就比如說下課的時候 有時候覺得看到同學 就吃完美 然後就看一下植物啊 然後就關一下 然後就提醒我們說 欸那個植物好像缺水 然後比如說 看一下植物 然後好漂亮 就是覺得很開心 反正我覺得我們這個計畫是蠻成功的 也帶給我們不一樣的體驗 而且也讓我們學到一些 平常我們讀書不會學到的知識 所以我覺得這個計畫 對我們來說是很好 我們報告這樣子 謝謝大家